好 除了要特别注意空气污染的这个状况之外 也要注意就是日夜温差非常的大 今天很多人一早外出的时候 应该还觉得天气很冷 的确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天天清晨最低温出现在新竹 而眉只有4.8度 虽然说白天开始因为冷气团减弱 所以各地的温度都已经回升了 而且高温都有来到20度以上 不过我们要提醒大家 尤其在西半部地区 今天的日夜温差最多能来到10度以上 所以如果要早出晚归的话 还是要记得多戴一件外套 已经进入到二月天 但上午还是冷嗖嗖 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 清晨在西半部地区温度真的很低 最冷出现在新竹县 而眉只有4.8度 另外在苗栗县的大河 还有国道一号南下123公里处 分别也出现了5.5度 还有6度的低温 虽然白天起冷气团减弱 各地晴道多云 高温也会回升到20几度 但就是因为晴朗无云 更要注意辐射冷却影响造成的低温 日夜温差有10度之多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还是会持续发布低温特报 主要的区域就是在苗栗以北 云林 彰化 宜兰 花莲以及金门 还是有机会出现 局部10度以下的低温 另外今年第一个台风杜鹃 在18号下午生成 目前持续朝着西北西方向前进 预计接下来就会通过菲律宾 往南海移动 虽然对于台湾没有直接影响 但还是会为台湾带来水汽 在下周二 下周三 有机会它的外围水汽会北上 所以影响到 大概是比较迎封面的东半部 恒春半岛 会带来一些局部短暂的情形 提醒大家 这一周天气变化大 一定要特别留意穿着 别让自己着凉了 华日新闻庄云杰 张道勇台北报导 选顺很高射 辱大达